本領公路凌晨有七人車狂堪貨車車尾 五十多歲的七人車司機被困車內 胸口被軚盤夾住口鼻都噴血 他仍然清醒救護員先和他戴上氧氣罩 消防員最初嘗試將司機位拉後救個司機出來 不過不成功 於是就合力推開兩輛車 再用工具撬開車身和軚盤 手放手放手 繼續用了四十五分鐘 至成功將他救出來送到北區醫院搶救 而另一名受了輕傷的貨車司機被證實喝了酒開車 醉波波測試也超標 他涉嫌罪駕被捕 凌晨兩點多 兩輛車員粉嶺公路往大埔方向行駛 去到南華浦附近 貨車司機胡低伸掛著撿回跌了的物件 誰知扭了軚由中線踢入慢線都不知道 美徐在慢線的七人車收制不及狂堪貨車車尾 意外之後現場一度封閉令交通制塞 ONTV東方電視記者周文尼不得